分成那个未成年跟成年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想要把它拆成什么 再把成年拆成三个等级 青年壮年老年 要怎么拆比较OK 其实特别注意 第一个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if后面 把它enter一下 然后back到前面去 如果说你这边 假如说第一个 第一个逻辑一定是if 如果说你底下要再多增加一个逻辑的话 其实有几个方法 当然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就直接把这两行 干脆直接复制下来 复制下来之后做什么 特别注意 因为很多东西是一样 在这个前面加一个EL就可以了 L L if L if意思是说我的第二个条件 第二个逻辑判断 如果说这个条件 假如说 再来成年里面又分成青年 青年是 假如说他18岁到30岁 18岁到30岁 所以我这个逻辑怎么下呢 如果 大概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说 如果这个年龄 他怎么样 他大于 等于 18岁 空一格之后 end end什么呢 end 这个可以把这个拿来复制 复制过来 我刚刚讲过了 Ctrl鍵按住 然后而且是小于等于30岁的话 那我就称他叫做什么 叫青年好了 OK 假设这边的话 我就多补一个青年 OK 青年 OK 这个标准反正自己定 然后再来的话呢 30岁到65岁好了 现在退休年龄一直要往后延续 因为现在好像身体都蛮健康的 而且太早退休了不知道要干嘛 OK 还不如可以多学一点东西 我看在座好像有蛮多是 蛮资深的 应该这蛮好的 那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就是 我如果要怎么样 再多一个条件 你可以再把LF复制 所以我的习惯是 选举这两行 拖拉加Ctrl鍵 有没有 又复制了 这一招还蛮好用的 因为有时候你城市都一样 那你要一直重打 太浪费时间 所以我都很快 拖拉拖拉就好了 改一下就好 那改哪些呢 如果说他是30岁以上 然后65岁以下的话 包含65岁 那这个叫壮年 所以这边的话打一个壮 壮年 OK 剩下来的话就老年 不用判断了 因为这个LF就是除此之外 剩下来的就是老年 OK 应该可以看得懂吧 等于是成年又多了三个等级 OK 那我们把它执行一下 理论上应该 他就可以看到 假设我今天输入的是35岁的话 35岁应该算壮年 OK 壮年 正直壮年 OK 好问题 他应该会先做青年才对 所以这里的话应该是怎么样 应该是 这个 这边有等 这边不要等于 或者是这边应该改成31 对不对 比较合理 OK 应该可以看懂 同年蛮细心的 表示应该都有在 那这里应该改31才对 不然的话30 这边又30 理论上他应该 如果两个都30 他应该会先跑这一个 因为他 循序的 先到这边就先输出 谁先到 谁先赢 OK 所以这边的话应该改31 比较OK 所以这边的话 其他应该没问题 另外的话 其实除了这样的写法之外 用中间加一个end之外 其实另外还有这种写法 什么写法 如果说有第二种写法 我理论上会怎么样呢 先把上面这一种 先注解一下 然后再改 不然的话你如果 第二种写法 我稍微说一下 因为同学有问过 不过反正你写的顺都OK 就是不要end的 你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把那个 这个 应该把大于等于 等于是把这个L 这个H 这个H放在中间 然后呢 你这个什么 18岁 把它摆在哪里 摆在这个的前面 那这个可以拿掉 多一个 那你知道怎么样 把它在小于等于就好了 这边小于等于 OK 这样子的叙述 跟上面的叙述 结果会是一样的 OK 哪一个比较简单 反正就习惯了 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所以有人习惯写下面的方法 有人习惯写上面的方法 那我自己是比较习惯写上面的方法 因为感觉下面的方法 虽然比较简短 但是感觉好像比较是属于 那个 比较 没有那么的口语的感觉 因为上面多一个end 你的感觉好像比较口语 OK 不过这种 每一种写法你只要习惯 而且是正确的逻辑 都没有问题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这个 另外的话呢 顺便也想一下 乘七 所以待会也许 在这边按右键 你有一个新的marge 叫乘七 那请输入乘七 这个乘七逻辑是这样 如果我 应该是这个 乘七逻辑 请输入 请输入乘七 我把它run一下 那如果说我今天 我的标准是这样 如果输入五十 六十分以下的话 那就是不急 就是低 那如果说我今天输入什么 输入八十分 包含八十分是A 然后七十分到八十分是B 包含七十分 然后六十分到七十分是C 那我要怎么写 所以第一个 请输入成绩 输入完成绩之后怎么样 让他判断 他是不是第一个A 不是往下 B C D 如果有四个等级的话 那这个地方 程式该如何撰写 想想看 这个是一个练习题 来 方便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第一个请各位 把刚刚的那个 两重逻辑 改为多重逻辑 特别注意 这个逻辑很重要 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以后所有的程式里面 几乎都会有逻辑判断 因为你要让电脑去帮你做什么事情 那不外乎就是给他逻辑 他帮你判断 那个逻辑是你写出来 是等于是帮你判断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逻辑判断 那当然你会发现 每次执行只能跑一次 可是如果你希望怎么样 你有多次的话 比如说你一直判断 一直判断 一直输入 一直输入 像刚刚每次 一直行一次 只能输入一个 但如果你未来呢 希望能够 让人家不断 不断的再输入的话 你需要外面再加个回圈 然后回圈 大家有可以讲 后面的话 那你这样程式 基本上 回圈加逻辑判断 你可以做很多的 很多的变化出来 然后后面的话 会再延伸 比如说串列 然后档案 资料库 其实后面的东西 一定都会用到 回圈跟逻辑判断 所以请各位 这务必要熟悉 尽量如果可以的话 反正想到 就可以把它做出来 是最好 所以做个变化题 输入成绩 它如果输入的成绩 是在80分到100分 你就给它A 就printA 那再来70分 80分就B 再来C 再来D 那这个程式该如何撰写 可以想想看 变化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